加上一排一排摆放着帽子 T恤以及手提包 若没有仔细一看 会觉得只是一般流行商品 但再往前一看 便会发现这些商品都有共通的特质 就是每件商品都有印上 泰雅族楼嘎标语以及泰雅族的图案 而楼嘎是泰雅族加油 或是带有祝福的意思 这是一对七年级生 因为工作迁移都市 为了在都市寻找根源 而共同创了楼嘎品牌 衣服是带着走的 楼嘎是带着走的 我们到哪里去 然后我们就可以 透过我们身上的衣服 告诉别人 这是我们楼嘎的精神 然后在这个帽 眼的侧边 我们就缝上手指带 米江细心介绍着属于泰雅族的 菱形只眼图案 山形图案 两者在泰雅族社会中 分别有保护和家的意味 米江说用这些元素 是要提醒住在都市的年轻人 不忘本 因为我们泰雅族住高山 我们是高山的民族 所以我们希望用楼嘎的精神 出发 就是我们最后要在山脉 山脉里面 就是最后要回到自己的土地 去找到自己的梗 就是意思是 请大家不要忘本 这一个看起来像金属框 这个其实它是压克力 创品牌也有一年多的时间了 戴伊和米江说 过程中因为两人都太有想法了 常常有冲突与摩擦 他们说除了相信彼此的观点之外 还必须请第三者提供意见 对商品的每一个细节都不能马虎 会借由第三人 第四人 然后就 如果大家的想法可能是偏向于我 或是偏向于他的时候 另外一个人就不会有太多的意见 这样子 戴伊和米江从小就是在部落长大的 因为工作才到都市 他们说取之于部落 便要回馈于部落 因此未来要将卖出商品的年终盈余 转换物资捐给有需求的部落小学 记者 公布亚维法号 台北市采访报道 由于是有关于工程的年终盈佩 对商品的年终盈佩 提供的年终盈佩 在某个节目中 属于是随便于